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往北对我们东亚陆地预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类似比较干的东北风会持续 现在来看的话到礼拜六礼拜天都还是类似的天气 当然有时候会增强 有时候会弱一点点 等于是会有点变动度 但是基本上不会差太多 主要还是北方冷高压还是一波一波的南下 那这边的水气就稍微发展没有像前几天这么的多 所以大致上这边还是有雨的 这个在江南这边还是有雨的 但是其实对台湾还没有直接的影响 类似的天气会持续到一个礼拜以上 请大家好好把握 总算北部东半部的朋友呢 总算洗衣服可以有干的时候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各位可以看是细部降雨的过程 就是东半部迎风面云量比较多 就是东北风的特性 中南部就很稳定 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雨降雨的部分 都是东半部为主 西半部都很晴朗啦 那大致上呢温度上呢 北部大概就19 21度到24 5度 早上的时候凉凉的 但是其实中午的时候还蛮舒服的 要穿长袖喔 北部可以换季穿长袖了 北部跟东部真的可以穿长袖了 但是中部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中南部大概就21到28 9度 除非在空旺地区会比较凉 但是多数地区都是这样的温度 南部呢是23 4度到29度 都是很稳定的温度 请大家好好把握 所以大致上呢最近的天气呢 其实是整个晚上都凉凉的很舒服 那目前来看的话 明天白天温度呢 还是跟今天差不多会稍微回温一点点 请大家好好珍惜 但是南部呢 高雄屏東空屏略差 请大家多留意了 那最近呢 其实天气相对的是比较稳定的时候 真的请大家好好把握喔 看天气就是要看这样的数据 东北风的持续 迎风面偶雨天气稳定持续回温 西半部天气稳定空屏略差 类似的天气 预期会持续有将近一周 请大家好好把握 那另外呢 今年冬天 目前的预测资讯 没有那种特别冷的这个讯息 请大家不要以而传而 要暴征导证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